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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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端 好啊 顾医生 睡醒了 有没有觉得好点啊 肚子饿了吧 不如喝点粥吧 你不用工作吗 你成天来这儿干吗 没事的 我是利用吃饭的时间来的 走吧 我自己待着了 你趁热先把粥喝了吧 一会儿凉了 够 我吃过 我知道你是为了永元的事情 关主任的病也让你很沮丧 谁说我沮丧 你医不了永元 帮不了关主任 你觉得自己很无能 但是你知不知道 就像我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问自己 到底要做个什么样的医生呢 我就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医生 一个理智沉着 不感情用事 无论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救人就会尽心尽力 但我知道我这种人 是做不到的 虽然我觉得我和你这样的医生 在一起工作 会感到非常自豪 你整天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 擒火医生就是Superman 你干什么 你要安慰我是吧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安慰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搁得便宜 你请我冤 你 回来了 过来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不高兴的事了吗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要不要我们帮你收拾他 对啊 不用 我自己发神经而已 他是不是生理气到了 我跟你说啊 生理气到的人 就跟母老虎一样 我们可不能理他 快 快 喂 温尤啊 你回到家了 秦医生没什么事吧 我一回来就看到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 留了张纸条给我 说让我帮他请几天假 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老秦 我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年轻人的电视频 你记得他不在家 我都知道他在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鱼饵啊 叔叔 借来用一下 这都要借吗 你自己钓鱼没带来 我当然不是问你借 我是叫你还 你东西都还齐了 还你啊 到你家冲个梁都是借的 那现在最好了 连干戴笠就受还了 现在全还你了 就是我不欠你了 你也不欠我了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现在玩连本带笠 有托没欠 那挺好玩 我陪你玩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说说看 看你说的准不准 你这么远跑来钓鱼 我不就跑这么远来找你喽 办什么事了 我怎么和你一样呢 我现在这个环境 我想走得远一点 来一个 清清静静的地方 让自己安静一点 一个人看看海 钓钓鱼挺好的 等我喝 你今天不用回去上班嘛 医院很忙 人手又不够 赶快回去吧 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一个人 我就不可以一个人静静 你可以不上班 我就不可以不上班 现在我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我也不上班了 怎么 好 大鱼上钩了 再不拉它就跑了 什么呀 大鱼啊 操重啊 你什么意思啊 休息一下 起码让这条鱼也休息一下 它被人钓了一辈子 你不累它都累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怎么突然到海边来找我来了啊 你能到哪儿去啊 不是上班就是钓鱼 钓鱼肯定在海边喽 那就沿着海边来找你不就行了 对 这样说也对啊 我都没什么兴趣爱好的 嗯 这里风大 鱼都跑了 不如我们找个其他地方吧 往那边 休息一下 你敢去哪儿啊 你明天要上班吗 要救人吗 哎哟 既然来了我们师徒又可以合作了 不会吧 风大浪大 你跑不了了 就是这里了 你看 那就是病房 啊 关医生你回来了 这也是医生啊 啊 你好你好 你好 呦 长得好帅啊 啊 小心啊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先去拿药吧 嗯 嗯 啊 先去拿药吧 啊 怎么样老白 哦 这么早就回来了 是啊 外面风大浪大嘛 啊 秦伙 嗯 我来介绍 这是我的学生秦伙 这是白医生白院长 哦 您好 你好 你好 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了 果然是年轻才俊啊 嗯 这个白院长要回家乡一趟 让我帮他照看医院一段 我怕一个人担当不了啊 所以我特别邀请他来帮忙 可以让他留下来吗 什么可不可以的 你现在是院长了 你说了算 哦 那就行了 这就好啊 喂 你要跟我走啊 好什么好 现在的年轻人啊 很少有像他这样能耐得住寂寞的 说句实话 在这个镇上 原来就我一个医生 现在啊 一要离开 马上来了你们这一老一少 两个名医 帮我接受这里的工作 这是我的福气啊 也是这个小镇上居民的福气啊 好 神經病 来来来来来来 干杯啊 好 离开 尹姆干杯 好香 喝慢一点 你呀不用理他 他向来喝你做的罗送汤 都吃这个样子的 跟牛喝水似的 再来一碗饭吗 不用 我只喝汤就行了 我好久没尝过师母的手艺了 罗送汤还是这么棒啊 妈 就像你一样棒啊 秦皇 就这样说定了 总之呢 你肯过来帮忙 你每次就可以喝到 这么好的罗送汤了 你这威胁我 大哥 威胁我 我不是啊 就当你答应我了 你走开啊 我从来没答应过你 我吃完这就帮你走 他想走啊 小秦坐一下 我有医师要求你 嗯 你说 全全他 你让他去医院看大夫 哪怕最后不成功 也没关系 至少对我和他自己都有一个脚带 总好过坐在这里 什么也做不了 我说 医生有病人了 啊 好 好 呵呵呵 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啊 啊 慢慢来 啊 先坐下 先坐下 啊 那到里边来 到里边来啊 啊 坐下 坐下啊 啊 怎么了 慢慢说啊 情况怎么样 我就是有点头晕 呃 总觉得周围的东西看上去 模模糊糊的 哦 多长时间 好几年了吧 刚开始没注意 最近走路老摔跤 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哦 呃 呃 医师啊 我是不是没 没得救了 有没有出现幻觉 没有 没有 啊 看下手指 呃 头别动 就眼睛动 呃 我要动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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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母家 本品为橙黄色或棕黄色 尝为液体 医生 我是不是得了绝症了 院长 把护士口袋里那副东西 帮我拿出来给他 试着带上它 是吧 你起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再看一下远处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坐下吧 不过好像还是有点 那是当然了 是眼镜的问题吗 你要配一个 合适你的度数才行啊 医生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你这个病叫近视 所以配个眼镜就没事了啊 那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吧 是啊 有的 戴上眼镜就意味着 你将会看这个世界 看得太清楚 静 真的好静啊 真的好静啊 一点都不像 不像以前在 慈幼医院的时候 很多的病人 很多的病人 都是慕名而来看病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工作都做不完 很讽刺是不是 真的是 这个地方真的是 很冷清啊 想找个病人看病都难 这个地方居然没有人看病 想找病人 目前就有一个 他是谁啊 你好像是个城市猎人 来抓骗子的 你自己也说了 骗子 你是骗子啊 什么 什么 你干嘛骗我 谁骗你了 看CT那次 你拿那张东西不是你的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不讲给我听啊 你当时是看过片子的 你当时记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讲的 你看过的 看得很清楚 你还说这病症呢 是肿瘤 如果做手术 成功率也是很低的嘛 怎么说呢 您想象一下 就是明知道明知道 只有一点点的机会 只不过 在等待一个死亡的来临嘛 我不会的 我不会的 我宁愿 在我余下的日子 享受人生 或者可以欣赏一下生命的最后乐章 还想干什么 爸 怎么了 以前你是很棒 但脑科呢 我是专家 我的师兄比我还专家 他刚从美国回来 我联系一下他 无论怎么样 都让他先看一下你的头好不好 不 不 谢谢 我已经调查过了 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的希望 他会变成什么 变成等待死亡的来临 不 不 不 我情愿用我的余生来欣赏人生 从来 小子 你怎么了呢 会 你怎么了 你管我 我不用看医生 会 会 会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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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那 那 那边有人受伤了 快快去救 去救 就在前面 不好意思啊 让一让 让一下让一下 怎么回事啊 他刚准备下船就摔倒了 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赶紧叫救护车啊 已经有人去叫救护车了 但是我们这里太偏僻了 是啊 这个怎么办啊 救护车一时半会儿 还来不了呢 咱们还得把他 抬到医院去吧 这个也不用办法 郭董董 你移动他伤口会扩大 会流动作息 看情况很危险 快点想办法 不然救护车来了 都没有用啊 昨天裤子给他穿 谁家里有热水袋和布料 都拿过来给我 家里有布料 去拿去拿 快 那热水袋来了 给给给 布料 这是我的 给你 来 来 谢谢 来来 就给我 来来 来 来了 来 过来 给他 给他 来 来来来 来 给他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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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他 来来来 给我 来来 换起了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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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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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看啊 快点 快点 你跟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 二 二十四 你叫什么名字 阿 阿乐 还好啊 没有伤到重要的部分 没伤到内脏 把那个鱼叉拿出来就行了 我帮你准备一下 怎么了 还是我帮你准备你了 小手术而已嘛 那么紧张干嘛 就是这么普通的手术 我交给你了 你经验比较丰富 行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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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心 好了 我给他走出之后呢 已经脱离危险了 只要多休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痊愈了 哎 医生 你明明说不能动阿乐的 怎么还要送他到医院啊 哎呀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那 刚才我用布 给他做了个抗休克裤 不就可以动咯 是 是的 那个方法叫做抗休克裤 所以就可以搬他咯 什么裤子 抗休克裤 抗休克裤的作用是这样的 因为人呢 遇上意外事件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头跟心脏 至于这两个器官 它血液供应正常 人的生命暂时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但是人的血液循环系统 加上地心引力的影响 很多时候聚集在下半身 那怎么样将下半身的血液集中到上半身 我们就用这个抗休克裤来压了下半身 把血管收窄 那上半身的血液就可以正常的循环 这样保住两个器官 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救人 嗯 这么巧你们这边呢 没有这样东西 时间又紧急 所以我就用布 来代替抗休克裤的作用 就这么简单喽 我相信你们听完都应该不明白什么 有这么好的裤子 这能买裤子 我也来一条 太好了 可以就买一条 就我也来一条 这么好的裤子 我也来一条 就来一条 来一条 来一条 来进来 亲爱的 是个狼孩 慢慢讲 我的意思是 你做爷爷了 我做奶奶了 咱们有孙子了 我去打电话 告诉所有人 好 是个狼孩 恭喜 恭喜 突然间有了孙子了 坐坐坐 好啊 想请什么名字啊 是个男孩 男孩的名字 就应该起 一个要有中师和西师那样的风格 我想一想啊 你帮我想一想吧 你是做医生的 医生是人心人术 人者无敌 你该叫阿仁 讲得很好啊 来 那就叫官仁了 官仁 喂 爹 下的名字好啊 下的名字好啊 你的孙子叫官仁 你自己就不会官仁 尤其是你的病要关心一下 现在你又有了孙子 那 麻烦你去找一下我师兄胡犬好不好 好 来 一个生命来了 无数生命轮回 生命循环就是这么神秘 来 来 为生命干杯 生命有明天 我 医生 到底什么是流感啊 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就是我有头疼 发烧 咳嗽 流鼻涕 它和普通感冒的区别就是 来 请医生 请医生 官医生出师了 来 准备第七派 敬备注射 快一点啊 好 走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突然间抽筋 有晕 失去知觉 你这样不行的 这明显就是肿瘤的症状 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你去见一下我师兄啊 不说是为了你周边的病人 也要为了罗宋汤 为了你孙子 行不行啊 关医生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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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伯 你想想一下 你在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想象在高高的天空上飞 好像堂空瓦沙飞 宽伯 你再想象一下拳击比赛的状况 想象 狠狠的那一拳把它打下来了 结果怎么样 挺好的 而且我有发现 你的肿瘤并非不能做手术 请你讲清楚 如果手术有什么风险 你自己有多大把握 你们看 肿瘤在这里 显然接近波罗卡区 但是万幸的是 肿瘤还没有侵入波罗卡区 这就有做清醒脑开手术的可能 这个手术 情活你应该很清楚 关博 事不宜迟 你必须尽快决定 是否马上做手术 现在还 temps 要你是假的 啊 怎么不大意马上做手术啊 把我师兄的技术不行了 他跟我说了 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 不用担心 那我问你啊 为什么阿乐出事的时候 你不肯为他做手术啊 我给你一个机会 再当一次医生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离开此有医院 是不是因为永元手术的事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 你走了谁找你啊 我不找你谁找你啊 麻烦你别避开问题 我现在跟你讲做手术 你做还是不做啊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不想面对大家 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 慢慢的变丑啊 还有啊 我真的想静静的 静静的欣赏一下 一个人生命最后的乐章 哎 清皇 你知道你师母 罗宗汤他有多爱我 假如我有个三长两短 他真的会跳海去追随我的 他这个样子我怎么舍得呢 那老冠 你有什么事罗宗汤 就会跟你一起走了 我是一直喝罗宗汤的 你别让我找罗宗汤的时候 陪你下海 你不喝我要喝的 好了 天吾 你听我讲啊 总之啊 履行医生的使命 是要时常面对好多措手不及 尽心尽力 却不能挽救的那样的病人 做一名医生啊 一定要在任何时候 都要抢救生命 但是 一定要勇敢和智慧并存 接受挑战 不可以逃避 我时常从你说 不能逃避 你知道吗 你现在讲的一大堆 都是医生应该尽的责任 但今天你是病人 你知不知道病人有什么责任啊 病人就是要相信医生的诊断 接受他的治疗 麻烦你尽一尽病人的责任好吗 好 我尽病人的责任 但是你 尽管医生的责任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医术 只要你答应我 你亲自主刀 师父就会 将我的脑袋交给你 将我的脑袋交给你 好 好 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谢谢孔医生 好的 恢复得不错啊 马上可以用药了 我会让护士给你送过来 谢谢孔医生 好 休息吧 这里 您的药是一天三次 一次两颗 出院以后也要继续吃 你说什么 再看一遍 哦 不对不对 是一天两次 一次三颗 对不起 喂 嗯 对呀 我说你一个 你怎么搞的吗 这也能看错 你听过什么呢 我问你 你是第一天当剑袭吗 数据看过吗 我让你直接回答 我看过了 看过了 看过了还会出错 你知道数字对医生有多么重要吗 我们做医生的事跟病人打交道 你一个数字错了 就可能害了病人丢命 你就犯了间接闪人罪 你知道吗 他只是医师注意里没有记忆的 你住嘴 你有什么字的说话 你觉得自己很好吗 我告诉你们 医生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医生只给病人找理由 都会记住了 呃 哎哟 走吧 哎 怎么了你们两个 要一起减肥啊 啊 怎么了 自从秦医生和关主任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一天好过度 为什么 这你不知道啊 因为孔医生 孔医生 是啊 自从他当了代理主任以后 郑哥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凶巴巴的 大事小事都那么苛刻 今天早上还骂人 还是觉得当初在门诊部的日子好玩 但我觉得呢 应该不是孔医生当了代理主任这个问题 那是什么呀 你们没有觉得孔医生原先都是好好的 我们一有什么问题 他都很耐心地回答我们 但自从小开的事件过后 他就变了 他生怕我们犯小开同样的错误 我每天配药 填表格 他就盯着我 跟盯贼似的 太恐怖了 你们说得严重了 我觉得他这样严格要求 没有什么不对的 其实你这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你 诗天 可现在呢 代理主任 要是过去就好了 行不行啊你 整天想吃天鹅兽 神经啊你 我真是羡慕你们呢 能和这么优秀的老师一起学习 可是我呢 想被他骂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跟他一起真好 你是超人哪 我可不能和你比 我还想和你换导师呢 我可不想这么整天紧张兮兮的 是吧 要是我换呢 我第一个就换顾伟 我告诉你们 有这个可能吗 别 别挺他的 孔主任 恭喜你啊 好 师庭 还没有正式任命呢 那是迟早的事情啊 最近呢 我想跟你一起进手术室 你能不能跟顾医生说一下 也许是他那边安排工作的疏忽 你以为我一直很想跟你在一起工作 好 不行的 你可以跟顾医生打一个招呼就行了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孔医生 你怎么还没回家 天已经很晚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进手如是 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没有 那是为什么 你和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学到东西 我一定非要跟我 我就要跟你 其实 我已经习惯了跟你一起做手术 是你没有感觉到 但是我一直认为 我和你之间 有一种很特别的默契 这种默契 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它让我学到很多 也让我过得很开心 说书不是用来开心的 再说 你所谓的这种默契 只不过大家都有敬业精神 没什么太了不起的 不是这样的 只是 只是我形容不出来 不知道形容就不要再形容了 我今天很累 对不起 是不是因为小开 如果是因为小开的话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那天所说的全部是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要相信我 好 我不要再说了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再给我提这件事 我不想听也不愿意听 你给我记住 小开 barriers 乃至四人 每人有福 所以我却看到也不是 你的 corségie 它叫喝esian ANUMA 就是我的腹筋 ünüシOP 有一这样子 把脑梗筋可以的 踩路深深的大海 闹进笑蠕欲的宾馆 躲入水鱼的宾馆 踏入水鱼的宾馆 听说你再看不见 仿佛美丽一瞬间 月亮的天忽然变了年 轻声哼着每一生 往地度过每一周 不然哭息了肩发动 拥着抱着你的脸 抹去你淡淡的暗夜 蔚蓝的天花出地平线 说不尽的对白 长不出了依赖 你走着生命的无奈 我呼吸着爱的精彩 无声无息的空白 数不清闪烁的期待 懦弱的心让我给你打开 Zither Harp 说不尽的对白 长不出了依赖 你走着生命的无奈 我呼吸着爱的精彩 无声无声无息的空白 数不清闪烁的期待 懦弱的心它早已不存在 微微的风吹过来 你的悲哀不再表白 蓝色的摇曳 深深的阴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